这边问一下Amanda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其实不管做什么 都可以赚到钱 对 因为其实每一份工作 都有辛苦的地方 对不对 那能不能赚到钱呢 我们从星盘当中的 太阳月亮 以及跟金钱有关的金星 还有上升星座 这几个部分来观察 什么样星座特质的人 他不管做什么 都能够赚到钱 看看两位来宾 会不会有上榜 首先第三名呢 如果我们刚刚讲的 太阳月亮金星 上升星座是落在 水瓶座的朋友 我们的特质是因为 头脑清楚能够洞悉全局 两位来宾暂时还没有 难怪赚不到钱 我们来看水瓶座 你去观察一下 身边水瓶座特质墙的人 基本上他们其实 虽然看起来有点冷淡 他们其实不是说 傻傻地待在那里的 他们处在各种工作的 这个机会工作场合当中 他们其实都会先观察 水瓶座特质墙的人 他们有时候眼光还蛮锐利的 是能够看到大家到底在玩什么 比方说他可能第一次接触 这种你说直播的产业好了 水瓶座的朋友 他们就会很容易找到一些重点 原来直播是这样玩 大家透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 可能偶尔技巧性的喊错价格 来吸引一些这种 我们说买器 好 那有时候呢 可能要故意出球一下啦 让大家的这种 好像这个觉得有亲切感 他们是知道这些玩法 所以不管做什么行业 他们很能够找到一些新的方式 新的切入点 所以我们会说水瓶座的人 很有创意对不对 一样可能是一样叫卖好了 或是一样这个开个餐厅 水瓶座的人 他们因为知道大家要什么 想要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都能够用很有创意的方式 你知道这个时代就是 大家为什么网红店这么的知名 很多人会去网红店打卡 可是你去观察 常常去了一次之后 就再也不会去了 这边我去过了 我尝鲜了 我就找下一家 对 所以你需要有一些新的创意 来支持这种客群的一个出现 水瓶座的人就因为能够 这样子的一个创新 创意的这个重点 所以不管他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他都能够总说走在尖端 因为这样特质可以赚到钱的 第二名呢 如果有落在双子座的朋友 我们的特质就是 能够顺应时势 而且灵活的变化 好 我看了一下这个马国币 金星在双子这个特质 而且因为你的上升在天蝎 所以金星除了这种双子特质 他跟你整个怎么累积财富 投资理财有很重要的关系 你的金星要好好的发挥 好 我们讲双子座的人 他们很相信 上帝只要关上一扇窗 一定会帮我打开另一扇窗 你说因为这种特质 他们你看就是两个双子 两种特质在一起 所以他们在各种场合当中 他们的这种应变能力是很好的 而且身为这种长风元素的星座 他们学习能力其实很强 刚刚马国币有讲到一个重点 你说你刚接触这个 叫卖的一个直播工作 其实你完全不会对不对 他讲一个重点 他会到现场先去观察 有没有 就是你虽然没有全神走透透 但是你至少在这个场合当中 你提早去观察 你看别人怎么叫卖的 那有些人他们可能需要 花比较长的时间 比方说我一样在观察 我的前辈怎么叫卖 可能我可能需要花上 这个三个月 半年我才能够上手 但双子特质强 他们差不多三天一个礼拜 就OK了 我不知道你自己多久上手的 我是比较笨的双子 好你可能花比较长时间 但是你会觉得你那个进步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而且他们很能够举一反三 比方说可能他真的观察 前面的这个前辈 在拍卖镜子的时候 就会说描述这个镜子的 这个什么很像是什么 这个清朝的古典工艺 那双子他们有时候会自己 添加新的故事进去 好说出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让这样的一个描述 是更有趣的 活泼有趣 然后很能够 这种我们说顺应时事的变化 他们常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 会把当天最近发生的时事 加进去 可能最近一样做直播 对不对 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你可不 就是说你会马上加在 你今天晚上的直播当中 对 你会这样做对不对 所以这种方式会让观众 或者说我们有接触到 这些相关工作的客户 会觉得好呼应我现在的生活 这是太棒了 就愿意花钱出来了 因为很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会因为这样而赚到钱 那我看了一下马国斌的心盘 其实对于你个人心盘而言 你除了发挥这种灵活特质之外 其实确实你跟人合作 对你来说是好事的 就是他不适合单打独斗 你自己想要当老板 你自己要投资 其实都很容易 这个有亏钱的事情 因为他的个性 他对于这个钱财 第一他很无感 对 就是你去找他当老板投资的话 你跟他讲说 我觉得我们这个产业 你当老板 然后你就投资个五百万 他马上没问题 钱就拿出去了 他花钱非常的大方 然后对这种钱是没感觉 钱用在哪里 他也比较无感觉 很信任这些人 但是如果你跟人合作 你自己不要做老板的话 你去找一个 但这个合作对象要慎选 个性比较沉稳 比较务实的 其实他是能够累积财富的 我也不行 这个我们可能要再进一步的 好好的讨论一下 要合盘一下 对 要合盘一下的 第一名我们说是 如果有落在天秤座的朋友 我们的特质就是多财多益 而且能够运用自如 你知道一样在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不管我们从事 什么样的工作对不对 天秤座的特质 我刚刚看了一下思维 其实有啊 思维的这个金星 金星 金星天仙 可能月亮天秤 其实你是具有这样的 一个特质的 我们刚刚讲嘛 前面第二名的双子座是 如果被关上一扇窗 他会自己打开 另外一扇窗对不对 天秤座更厉害在哪里 我被关上一扇窗的时候 我可以打开第二扇窗 或者是呢 我觉得这个窗户不够 我自己再去凿臂 开启另外一扇窗 好 为什么 天秤座的人 基本上去观察身边 天秤座的人 他们都是这种 斜杠的青年 斜杠的中年 往往都真的身上 扛了好多的才艺 有没有拿出来用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 赚到钱的 非常重要的关键 是 能不能善用它 对 能不能善用它 因为天秤座是一个 非常好奇 他们的好奇在于 他们对于很多的资讯 很多的知识 他们会想要去了解 对 好 这是 他们常常其实是停留在 学习了解的阶段 有没有用 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了 我不知道思维会不会这样子 也是有兴趣的东西 才会去钻研它 对 会很执着地去钻研 对 可是你一开始你会觉得 什么叫做直播 其实我好奇 我想去知道 现在很多人来讲 什么这种 什么狗狗币 比特币 那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好歹我会去网路上看看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他们会去留意各种 现在生活当中 新的知识 他们都会去搜集的 那之前 这个日本有个统计 就是说 他们去观察有钱人 跟比较没有钱的人 去看他们个性上 有什么样的差异 其中有个很大的重点是 有定期在看一些报章杂志 网路资讯的人 通常都是比较富有的人 那种比较会停留在一些 可能我没有这种 看报章杂志的习惯 我可能比较只是在 追剧 追剧好了 追剧也要分 你不会从剧中 学到一些东西 或是我只是看过 这个又不一样 可是我只是单纯的 放空追剧的话 这样子相对起来 那个整个财富收入 是比较不如 我们有接受 新知识的习惯的 那我可能看错杂志 对 你可能看错杂志了 最近可以去策略一下 你比较没有接触过的 他们讲 再来就是 一样是这种 有没有钱的话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 他们观察人的这种 社交圈子 就说有一些人 如果我的朋友 就是那几个 我也没有兴趣 去认识新朋友的话 可能我相对的 我的这种钱财收入 我的财富 是不容易开发出 新的一个领域的 可是如果我是那种 对于有机会 认识新朋友 我不会抗拒 甚至是有一点意愿 我去拓展我的人脉的话 其实那对于 不管我做什么行业 我要用到的时候 我都有人脉 我也比较容易跨逐到一些新的 就是可能朋友会找我去合作一些新的工作 介绍我一些新的工作机会 这比较容易赚到钱的 那我们讲天秤座特质是什么 天秤座身为这个 黄道星座里面最爱 怎么讲 最重视人际互动的 这个星座之一 双子座其实很爱交朋友 但天秤他们更会去维持人际关系的一个和谐 我知道两位会有这样的差别 双子座交朋友 他们很在自己的这种情绪当中 我今天心情好 Kinmoji好 我会跟你交心 跟你掏心掏肺 可是我跟你这个人不对盘 双子可能就掉头走了 但天秤不是 天秤他们会注意到 整个朋友圈的一个和谐 就算我不喜欢你 我也好歹 人际互动 该有的礼貌 我会维持好 所以我也是这样 可是你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赚到钱 你想要赚到钱 有时候就需要 这种我们讲 唐老师今天虽然不在现场 他最爱讲的人脉就是钱脉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 讲赚钱 其实人脉非常重要 那么天秤座 自己已经多财多益了 又有非常好的人脉 你说他不赚钱 谁赚钱呢 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 多多的学习一下 所以不管我们从事什么工作 我们都能够赚到钱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老师 不过讲到这个辛苦 其实思维 思维小时候有一个辛苦的童年 不过像国币是自己欠赌债 但思维比较冤枉 是爸爸欠赌债 所以你小时候因为要躲债主 所以你能不能常常一直搬家 一直跑来跑去居无定所 我小学六年级就转了六所学校 还有其中两年是在寄宿家庭 因为社福机构都有寄养家庭 就会看 比如说你这个家庭是不太对的 他就会安置在别人 那种好心人士的家中 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其实有点 都一直处于一个放空害怕 因为你随时不知道会怎么样 放空害怕 所以我没有办法学习 我完全没有办法学习 换到新环境 进到一个新的学校跟班级 也没办法认识新朋友 因为可能一下又没了 我以前到一个陌生环境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他讲话的 就是会想要找地方躲起来那种 就是因为你到新的地方 人生力不熟 然后因为你又很害怕 然后就变成说随时都是 在学校里面都是被霸凌的一个角色 因为 换新环境 大家多少会有点欺生 主要是人家看我怪 为什么 我四年级五年级了 我还不会九九成罚表 还不会啵啵啵啵 那时候也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有点学习障碍 对 然后反而会因为这样而被欺负 后来社福介入 让你有寄养家庭 那就比较安定了 开始住的时候是完全不讲话的 他们就是妈妈很有爱心 还会把我带去 每天都亲手牵着我的手带我去学校 因为你一定是读他就近的 就是去到学校以后 我反而就是 一天两天三天以后 我就不想要离开那个妈妈了 就是你开始有依赖感 他好温暖 对 你就觉得 我自己妈妈都不在身边 爸妈都不在身边 有人这样子 好像妈妈的感觉的时候 我会觉得特别 特别的难忘 对 不像现在 那个时候就会想说 以后要是有一天 自己长大了也是 不要让自己小孩子 有这种孤单的感觉 所以跟养爸养妈 会有亲的感觉吗 还是会 我们还有在LINE在联络 那很好啊 对 所以我就想说他们应该到现在 我不知道第几届你知道吗 已经好几百个小朋友了 他们是把你们养到一个阶段 你们长大成熟之后离开 他们就会再养新的 好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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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你要有相对 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去是真的 可能会有一些有问题的 你算是不讲话的 自闭的 还是乖的 有的皮的或者反抗的 或者是会去偷东西的 那种都很难教 那你后来阿嬷不忍心把你带回去 阿嬷自己养 跟我有阿公啦 我阿公那时候是在开机车 然后阿嬷是在坐旅社的服务员 大部分都是睡一天 隔天就要多24小时待在旅社 所以都变成 什么意思 一休一 坐一休一 他们那个旅社的服务员是一定要 坐一天 然后另外一天你就是24小时 比如说135 246 你就是全天都要在那里 他们就服务生是这样 所以变成说我就是 就零钱给你 有一天就是没有阿嬷的时候 你就自己一个人在家这样子 那吃饭呢 就是看要吃什么 就几十块吃泡面吃什么 所以其实小时候都过得有点 就我也不会讲 就一直很空白的一个状态 那 偶尔爸爸还会回来抓你去当人子 什么意思 就是 其实我爸以前 当然他现在比较好了 但他以前比较不会想的时候 就是有欠赌债 然后当然你赌债倩了以后 就会还不出来嘛 还不出来以后 人家会找上 债主会找上门 那找上门以后 他就要来跟我奶奶逼钱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的 最让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 是说我奶奶一个月领一次薪水 2万元 2万块而已 那个领薪水那天 我爸爸去把2万块拿走 好残忍喔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是让我 永远难忘的一件事 就是领薪水的当时 爸爸就会直接就在旅社 对 他知道5号发钱 他知道我当天发钱 他知道我阿嬷在哪边上班 他说爸爸来找你们的时候 奶奶也为了要躲起来 就带你从4楼说像蜘蛛人一样 到处爬 然后继承 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要逃跑 因为他骑摩托车 我们那是暗向嘛 骑摩托车进来的后很大声 然后我爸又要来要钱 那我就 当然 那时候就害怕嘛 然后就是从后门 后门这样 有那个安全绳索 你知道吗 以前不是都有 掉一个那个安全措施的那种 我们就盪下去 然后跑跑跑跑去 坐計程車跑掉 然后計程車来问说 你们两个在躲什么 因为妈孙啊 你们在躲什么 阿嬷阿嬷就说 我在习我儿子 然后計程車来说 怎么可能躲自己儿子躲成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对我来讲说 反而我 都一直那时候暗暗立誓说 我长大以后 我绝对不要让我的家庭 是有这些东西出现 还好 这个是以前的故事 爸爸后来已经有好转 他现在好很多 也很祝福他 因为他有正常的在工作 正常的在生活 虽然没有联络这样子 对 是 哇